SAS做图 是指两个边夹一个角 我们称为SAS 所以我们看旁边的图 以此有两个线段长 线段A以及线段B 还有一个角度角E 现在要利用这三个条件 我们来做出一个三角形ABC出来 因此首先我们先做一个角等于角E 于是我们先做一条直线链 然后在直线链上取一个点 假设这一点是C点 这时候我们以角E的顶点为原心 以适量长为半径 画弧 于是画出来弧和角E交在两个点 假设这是D点 这个是E点 接着同样的我们以C点为原心 以刚刚的长度做半径 画弧 于是画一个弧 而这个弧同样跟直线L交在 假设这一点是E点 接着我们以一点为原心 量取第一线段长度做半径 然后以一点为原心 以刚刚的第一线段做半径 画弧 这时候和前弧交在这一点 假设这个是D点 于是我们做射线CD 这时候角DC就等于角E 接着我们以C点为原心 以线段A的长度做半径 画弧 弧跟直线L交在B点 这时候B7线段 这时候B7线段就是A的长度 接着我们以C点为原心 以B的线段长度做半径 画弧 和射线CD交在A点 这一点是A点 于是线段A7的长度就等于B 接着我们的线段 接着我们连接A B线段 这时候三角形A B C 其中图上的角C就等于角E 所以这个角度等于角E 而线段BC长度是等于A边 线段AC长度等于B边 这是我们将已知的线段A 还有线段B 还有角E 利用这三个条件 我们做出三角形A B C 这种做图方式就是 S A S做图 我们把这个称为 两边一夹角的做图 这个就是S A S做图 对于S A S全等性质的证明 如果有两三角形 它们有两边 以及这两边所夹的角度 分别对应相等 则这两三角形它就会全等 因此我们看旁边的图 这里有三角形A B C 以及三角形D E F 其中已知线段AB的长度 等于线段D E的长度 这是一个边S 还有线段B C的长度 等于线段E F的长度 这又是一个S 这两边所夹的角 于是这个角B A等于角E 我们把这个称为S A S全等性质 就是两边夹一个角 则这两三角形它会全等 于是两边和所夹的角度 如果相等 则这两三角形它就会全等 我们把这个全等性质 称为S A S全等性质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 A S A做图 以及A S A的全等性质 所谓A S A的做图 线段A用这个为基础 左边这里做出一个角E 这个是角E 而右边这里做出一个角E 因此 右边这个是角E 这样子做出一个三角形A B C 因为底下这个是A边 所以我们假设这个是B点 这个是C点 因此 我们先做一条直线链 这个是直线链 在直线链上 我们先取一点B点 然后 以B点为原心 我们量取线段A的长度 这时候 以B点为原心 以线段A的长度做半径 这里就是C点 于是线段B C 这里就是A的线段长 然后在B的这一点 我们要做出角E出来 因此 先以角E的顶点为原心 是让场做半径 画一个弧 交在第一两点上 这时候 以B点为原心 以同样的长度为半径 画弧 这时候所画出来的弧 如果交在这一点 这个也是D点 然后 我们以第一点为原心 第一长度为半径 画弧 我们画弧 和前弧 交在一点上面 于是 我们做B设限 则这时候 角EBC 这个就等于角E 所以这个角度 就是角E 同样的 我们以C点为顶点 我们要做角2 因此 以角2为顶点 适量长为半径 画弧 假设交在FG两点 因此 同样的 我们以C点为原心 以相同的长度 做半径 我们画弧 假设这个弧 同样交在 这个是F点 接着 以F点为原心 量取 区F线段的长度 这时候 以F点为原心 以区F长度 做半径 画弧 于是 和前弧交在 这一点 是G点 因此 我们做CG射线 这种角 GCF 这角 就是角2 而BC射线 和CG射线 两额射线 交在A点 上面这一点 这个是A点 于是 我们就得到了 三角形ABC 这时候 三角形ABC 其中 角ABC 就等于角1 角ACB 就等于角2 BC线段 就等于线段A的长度 这个就是利用 两角 以及一个 共同的夹边 我们把这个称为 两角一夹边 ASA的做图